Hello, Welcome! Welcome to my Welcome Museum today! All are you happy? Where are you from? 你在哪裡? 山東 山東,在三個念書 大學生應該是,你呢? 我是來自黑龍江 黑龍江,好啊,黑龍江很小啊,很珍貴啊 哈爾濱嘛 哈爾濱啊,覺得我夢想的地方啊 一定要去看看你的家鄉啊 我的夢想啊,夢想 那兩位啊,高財生啊,大學生 那你都是看那個啊,國內的媒體啊 小紅書來這裡的,慕名的 那你聽了一個多小時我講東西 你覺得有什麼 呃,大學還是什麼呢? 可以講嗎?你講,先講 我,我,其實我們來之前 我們生活準備幾個,有準備幾個問題了 嗯,但是,就比如說你為什麼要開幾家店啊,這種問題 這個太,太幸福了 就是我,然後我們進來之後 就是你,就那個熱情嘛 我們還沒有說什麼,對我們這個熱情 要想傳播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們 準備的這些問題,完全可以不用問了 我就是所有報章電台電視來網 我說你不要給我問題,你不用 我已經問過你一萬片了,左樓跟右樓 你什麼問題給我,你答通你的 就是我們,就是我們 隨時發揮的 我覺得我們 準備的問題,完全不用問了 所以,你因為你不是一個黑膠玩家嘛 對不對,你是 但是你很簡單 這個示範,你要懂了 已經啊,你懂 一人看出那個黑膠什麼分量 質量,你懂 這個是我想pass給你的訊息 你被受用 對不對 我覺得不只是這個 然後我覺得,因為我們還 可能對於這些東西沒有太多接觸在生活中 但是,我覺得對一個東西 確實他從最開始的興趣 喜歡到你 真的你去鑽研 我覺得 你也說過從零開始 你去慢慢自己去學習 真的來的 對啊,真的是 但我覺得找到那些東西 那些知識 我想不想他失常 我想你們懂 你的孩子也懂 他們才有夠 他們才沒有把揮 你不然你什麼 藍光千光啊 跑出來了 新科技啊 什麼什麼 20K來了 你的箱子 就是 記得嗎 那個孩子是Michael Jackson嗎 你不聽好了 還要浪費 對不對 你看到那個視線 清潔那一邊嘛 假的那一邊嘛 虛榮那一邊嘛 不能夠讓他增長 對 你不聽沒問題 但是MIC的產品 根本是浪費你的時間 甚至你會 就為了驗證一個東西的好壞 或者真假 你會去自己做實驗寫報告 我覺得真的很了不起 謝謝 所以我叫我 是 father of music DNA 欺教教父 什麼什麼名字 給我 因為我是無私自通的 我就是喜歡自己 演奏 聽多幾篇 我的耳朵不是特別好 跟你們一樣 但是聽多幾篇 樣板多了 你就追神了 這些不一定是必須要天賦 是嗎 不必須天賦的 慢慢的其他我可以要敲門教你聽 好像我教你聽留意那個中壹 這個我敲門了 如果我不告訴你 你就不曉得那個好還是不好 你好難以為一個不好的還是好對不對 你就拿不著用點 好像你看一個很明顯的紅教 注意它的宣道啊什麼什麼 你要注意嗎 你是不是可好了對人 那個甜的紅教一定好了 所以有個老師告訴你 那重點它好在哪裡 音樂也要推教的 那很感謝你 那道理小姐 我覺得其實就是 坐在這聽了一個多小時 那我覺得真的是 親眼感覺什麼叫做音樂的DNA 它動起來了這種感覺 真的就是很不一樣 而且包括因為其實我算是一個 對黑膠唱片的一個 算是零基礎選手 就是小白來了 不是很了解的 但是短短的一個小時 你不同版本 從最開始六五年的皮疗室的 一點點不同版本的聽 你compare 我真的是感覺到 最最開始低 比如舞台最開始的時候 放出來 就是跟那個音樂 它就是跟一陣風一樣 是吹過來的那種感覺 真的不一樣 然後到後面你解釋說 每一代每一代 它的不同的感覺 我是深深刻感 好像有距離感了 好像它就在那裡 因為它沒有動 它沒有跟我一種互動的感覺 你有好像 零零看到華相 好像華相在前面 好像它在這個房間 練歌唱歌 是的 是的 就是我要告訴你這一點 這也是我的同感 我聽舞台就聽到他們真身都在 所以所有偉大的錄音 它都不能死掉的 它不會死掉 它的靈魂最漂亮的 最光彩的那一段 已經扣了出來了 那太重要了 是的 而且我還有一個感受 就是可能像現在 很多年輕人覺得說 我喜歡黑膠 我覺得這個東西怎麼怎麼樣 那其實你並沒有真正的了解它 因為沒有黑膠課程 黑膠消費的就有一大堆 是的 現代化的黑膠消費有一大堆 垃圾 讀來的 對不對 是針對那些北京人的 對不對 所以你喜歡課茶 你有這一點的基礎 你要學的 茶餅 茶舞 你什麼叫紅酒 要懂的嗎 不是看顏色出來的 我比方就是現在年輕人就是 拿著日本拿 有人在日本拿 提起去就當紅酒 喝 一大堆網上 中外都是啊 不是香港而已 全世界的年輕人 都比那個網絡 騙了 獨了 對 所以很多人 包括那些 比如說家裡有點錢 他們會覺得 我喜歡聽黑膠 這是我的一種品味啊 能代表著我個人的怎樣 我覺得他們就是 我是給別人看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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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就覺得 強調 拿更錢 不是金幣 是的 這個中學生想了個 幾千塊買一套回去聽 聽個二手 淘汰一招 感受 給一個有錢的花二十萬 買一堆垃圾回去 感受好一百倍啊 你 agree 對 你二十萬買一些垃圾嘛 對不對 其實 你這種 比如說盲目跟風的行為 你莫不如真的是我了解了這個東西 我從心裡裡的熱愛和興趣 讓我有這樣的行為 我想去尊嚴它 這種意義遠遠大過於說 我用金錢單純來去購買 所以我想我的理念是成為一個 宇宙的標準 膽子太大了 挑戰宇宙的標準 不是香港 全世界 你不跟我的圖表 去虧心你 你對不對 因為我的圖表 已經表明 哪一個城市最高 好像我想聽 比黑招還好 有幾個啊 有open real啊 你買個開盤 古老的幾千塊的 二手的 買個帶子還有 比特斯 那裡就好像producer 坐到7% to master tape 可能比黑招炒賣得便宜多了 有些古老的黑招 黑招都定價的嘛 付錢少很多 坐得最淺 感受最好 為什麼不幹呢 還有卡打很多選擇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講的道理嘛 這個那個那個 音樂的成色 的成分 跟那個價錢 完全不成真比的 拿著保障很便宜 沒人踩它 沒人理它 沒人敢碰它 拿著vhs 好像垃圾一樣 但是它很厲害 什麼美人放這樣一個人 它的靈魂就在裡面啊 你不能把它毀掉啊 你什麼 現金的藍光 什麼 不知所謂 所以我覺得就像 就是說這個文化它是純粹的 一定也太重要太重要 因為有古典有古典 因為它都不能再錄了 你不把它成全最原裝的味道 你還要賣它幹嘛 你買一個瓦像 你不是賣它的靈魂 對不對 那麼以後的人聽音樂的 亂七八糟 學音樂的亂七八糟 現年太大了 做這個外生意對不對 所以我要解釋 假釋 因為我懂 我一定要PASS 不管你現在玩不玩 我就先告訴你 以後你有朋友 你想玩 你要知道 不違認玩 對不對 非常感謝你們來這裡 一個多小時 你不會沒有想到 我可以講這麼多 那下次再見 你不會有空 你不認為是 你不讓我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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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